中秋佳节就要到了 不少民众先到水果行 采买应景的柚子文旦 不过就有轻鸟在网路po文 说在台湾请说柚子 我们没有叫文旦的东西 po文一出网友惊呆 第一次听说文旦是大陆用语 两种一样都是台湾的啦 文旦不是已经在台湾已经讲很久了吗 怎么会是大陆的用语 我们台湾小盒就有了 就是这样讲的 不止网友炮轰 就是在说麻洞人都说大陆用语吗 没有办法轻鸟词汇量太少 所以没有听过的都归类成大陆用语 连佑农都很打脸 说台湾柚子分很多种 文旦不过是其中一个品种名称 麻豆文旦是学名 全台湾的文旦都叫做麻豆文旦 很久以前都是叫文旦的 我们本来就有文旦的 网友也抓包 连绿运人士甚至前总统蔡英文都说文旦 难道现在民进党也是中共同路人吗 用词争议不止这桩 部落客渔江夫妇介绍料理的时候 用了软糯一词也惨遭绿粉出征 与江夫妇竟还得为此修改道歉 不少网友直呼太离谱 怒红现在是搞文字欲吗 还是台湾没有言论自由要文革了吗 为了意识形态已经把自己搞得快疯了 做这种无谓的切割 只是暴露自己的愚蠢跟无知 搞到台湾好像失去了言论自由 他们没有资格来做文字纠察 对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字能力就大有问题 这些青鸟们回去好好读书 之前民进党团耿图极了 梁文杰出台都被抓包是大陆用语 专家认为语言是为了沟通 不该应扣意识形态 我们用他们的闺蜜 他们不是也用我们的吐槽吗 两岸交流来往多了 这些语言用语自然就会互相影响 那他们要切割什么无聊的事情 不要再做了 真是暴露无知 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 从今天开始你要么讲英文 要么讲日文 你连米南语都不能讲 因为那也是从中国来的 都在华人文化成长 却要应分两岸用语 真的要追溯根源 华人轻妙真的会无言 这半天的陈珍采访报道